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大片 请大家时间文集 财先生好 大家好 国际事务专家赖月谦 主持人好 跟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马上看一下 因为现在这一场台海的紧张 跟台海的危机 到底是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才好 看到美国这边也有一些动作 中国方面也有一些动作 但是现在美国对于中国 还有它的威责力存在吗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中国大陆攻台的战略 有专家市集恐怕会复制珍珠港市交 这是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员 他讲说中国很可能会重演珍珠港的事件 采取突袭式来入侵台湾 甚至保卫台湾的作者也讲 他说这个战争可能始于 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先发制人 而驻亚洲的美军 用一种突袭式的一个飞弹轰炸 那目前解放军的军演最新的状况 昨天一到六区的军演结束 原定这个第七区的军演 在今天上午的十点钟结束 这个是新的地方 就是第七区 但是解放军又发文了 说要继续在台湾的周边来军演 为宣布结束行动 而是进行反潜跟对海的突袭 而今天恐怕还会试射弹道飞弹 那也因着这个 还会继续试射弹道飞弹 感觉让大家回到了 这军演第一天的这样时空 是不是我们台海上头 或者是我们台湾的上空 又会有这样子的导弹穿越呢 所以今天美军他们的测量船 罗伦森号他就是连续五天 这个路径一直朝着台湾这边来靠近 现在目前大概8月7号 是已经来到了台湾的 东方海面上面 那这是美军印太双舰队 第七舰队的雷根号 还有这个第三舰队的林肯号 现在目前也据说是在专注在台湾 因为雷根号前几天我们一直在讲 一直在追他的这个踪迹 越走越远 随着这个佩洛西去了一趟日本 那最近又好像有往南走了一点 现在目前8月8号的位置 有在往南移动了140海里 这代表什么意义呢 是代表会随时协防台湾吗 还是也是有一点距离的看着台湾呢 那另外林肯号据说也是现在刚结束环太军演 这个林肯号有没有可能会接触这样的空档 继续来护着台湾 这是大家在讨论当中 那当然也是要持续在观察 可是现在大家就讲说 美国跟中国大陆已经不是1996年那样的时空了 1996年的时候台海危机 就有这个美国的前防长佩里 他就讲说你们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 其实中国大陆本来想要夺倒 他说美中一面军事对峙 一面在华府谈判 而中国大陆的代表是烙话说 我们不是寒战时的中国 被美国原子弹威胁必须退却 那如果要为了台湾走向毁灭 那中国是不会退让 所以就是如果那个时空 中国大陆没有选择退让的话 跟这个美国硬拼 会不会也是可以拼个高下呢 不见得会是这样子轻轻松松的 这个危机就过去了 那可是现在这个时空 已经不是1996年 现在是2022年了 所以很多的这些专家在讲说 现在美国就算你派两个航母来 也不见得对于中国大陆有这样的威责力 所以这一次环台军演就这样子进行 也没有因着任何 叫美国派了两个航母来 就被打断这样的情况出现 如果当时开战的话 第一个阵亡的恐怕会是这个美国士兵 再说96年的时候 那美国人已经准备好 要为台牺牲了吗 现在我们看到台湾的一些政治领袖 他现在是不是在玩一个两岸的议题 任何一方不得改变现状 那这个是说对于中国大陆的警告 也是对台的红线 美国士兵的生命不是空头支票 空白支票 更不是台湾政治人的一个选举策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像一个美国专家的看法 他说美国的航母 如果昔日对于中国大陆的威责力 现在恐怕已经不是那个时空了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的前军官讲说 解放军的建军速度难以置信 当年的空军几乎都飞不出海 可是现在非同小可 不可同日而语 连前北约最高指挥官 他都讲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非常可怕 特别是在临近台湾的部分 已经有非常严密的部署 连雷倩我们的国际专家 他也是这样讲说 他说中国的决心非常强 科比是皮诺丘 美国的航母会进台湾 这一句话可能讲得很心虚 首先我们问一下赖老师 我们学军事的人 我们都知道要组织一场演习 尤其是实弹的军事演习 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不是一件很轻易的事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你想想看 每一个作战序列要摆出来 每一个舰长 或是每一个指挥官 甚至到每一个士兵 都要知道自己的位置 都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而且这个指令 要在一个这么复杂的工程中 彼此之间要协调 要合作 要联合 特别是海军 空军 甚至登陆舰队 以及导弹部队 要整个指挥协调联合 而且在规定的时间 在规定的情形下 对于任务 那么实施实弹的打击 你想想看 这么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组织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马上执行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在世界各国 特别是在美军强大的情报网 我相信美国在这段时间 把他的科技上能够用的情报网 全部都用上了 就是要看你导弹的落的位置 你导弹发射的情况 你的战斗的序列 你的作战的序列 还有你的整个部队 拉出去的时候 他的是不是井南有序 这个很明显的 解放军已经展现了 他强大的实力 而美国人一评估一看 这个就是一个 随时可战的一个战力 也就是说过去解放军 隐藏其风 他的锋芒 其实是有很大的掩饰 现在是小事其风 而且事实上真正的实力 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所以美国人说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解放军的虚实 我说这是谎话 我一直在强调 这是谎话 大话 胡说八道 因为目前来讲 解放军只是把他的 一部分的力量展现出来 这样的情形下 已经告诉整个美国 其实主要是告诉 两个部门 一个就是美国的国防部 一个就是台独 其实就是告诉你说 我一直有能力 也就是我有能力 用武力的方法 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只是我不愿意 不是我不能 也不是我不敢 而是我不愿意 因为我一直在战略的定力上 我一直寻求的就是用 和平的方法来解决 因为这是符合 最大的政治利益 但是如果你要掏空 一个中国内涵 如果你要打台湾牌 你要一直往台独的方向推 我就告诉你 这个结果就是一定会发生 这个结果是必然会发生 好 那我们就来看 美军的分析说 他们会对美国采用突袭 那个美国现在不能示弱 或者是说美国会介入 坦白讲 我们讲一个实在话 美国根本不敢参战 不要装 美国的这些所谓的 弹头的战略学者 不要再演戏 不要再装 你根本不敢参战 你也不敢介入 我就这么大胆的 这么笃定的跟你说 你绝对不敢介入 为什么 中国大陆是一个工业体系 非常完整的大国 14亿人口 经济实力 那俄罗斯比不上 我再强调 整个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工业实力 你俄罗斯根本比不上 俄罗斯都比不上的情形下的话 在乌克兰的战场中 美国在乌克兰的周边 部署北约的重兵 对 部队随时可以拉进去 他不见得要越海 他地面就可以拉进去了 导弹就可以打过去了 战机就可以飞过去了 战略轰炸机 以型轰炸机都可以飞过去 甚至核弹都可以打过去 美国还再三的告诉俄罗斯说 我们北约不会介入 我们北约不会介入 当初给乌克兰 我对你的承诺坚坐磐石 这个时候 北约绝对不会介入 你千万不要碰我 我绝对不会介入 我再三跟你保证 绝对不会介入 你看我的部队都按兵不动 你看我的导弹都盖着 我都没有打开 我的雷达系统都没有打开 就是怕什么 怕俄罗斯蹦一个发射 跟你北约打起来 那就代表什么 在乌克兰周边部纵兵 在俄罗斯周边部纵兵的北约 都不敢介入 更何况在台湾海岛 周边多远 你看美国的航母马上就撤 极致的把势 也就是说大陆只宣布 我在东海域做几次的把射 航母就往外跑 然后打完了以后说没事了 再回来 我们通航了又回来了 回来以后解放军又宣布 8月8号再给你海射 又跑了 这代表什么 怕死了 不要装 美国人其实就是虚张声势 坦白讲 美国的大兵也是虚张声势 他们知道解放军惹不起 他们也知道 一打的话美国的伤亡 那不是去打伊拉克 打阿富汗的那一种小小的伤亡 这一伤亡都是成千上万人的伤亡 这个美军哪承受得了 现在还没有打的时候 美国的募兵就已经招不了了 都已经募不了了 一旦开打的时候 美国势必采用真兵制 采用真兵制一堆人就跑 所以我是觉得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其实给国际社会 尤其是G7的这几个国家 想掏空一个中国内涵的这些国家 跟台独勾连的这些国家 我觉得是给他们当面的 正面的一赫 我觉得这些人脑袋要清楚 特别是台湾的台独 脑袋要清楚 对 所以我今天其实在 这个中国时报上面 有看到一篇社论 评论就讲说 如果裴洛西访台是一个小战役 那中国大陆只是输掉 这个小战役 但是中国大陆已经赢得了 整场战争 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现在 已经是取得了绝对的发话权 所以你看到 就算这个美国 现在好像又靠近了我们 我们要觉得 他是来援助我们吗 还是就像刚刚赖老师讲的 他搞不好是来旁边看看而已 我们真的是觉得 美国还会帮着台湾 我们要放心的觉得 台湾有事 美国也有事吗 大使 你说日本 我说美国 虽然很像但是 有小小的区别 美国已经跑掉了 他最近快来一喵喵 回来了一点点 距离600公里以上都不算 美国本来比较近 8月4号的时候 他靠近台湾比较近 一宣布军演后 美国尤其航空母舰就跑了 跑回横须客港 现在看苗头稍微没有那么紧张 又说他要回来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然后美国的国安会的发言人 也说他们数周后会再回来 意思就是说等事情过了再说 不过就是说 这个讲军事的话 基本上别的都讲了 讲实力 还有讲意志 这两个是关键 这一次的话讲实力 讲意志来讲 美国都残败 倒不是说美国实力跟意志不够 而是在台海 美国比实力比不过大陆 在台海 美国不需要拥有太大的 太多的意志 为什么 因为台湾不是美国的 台湾不是美国的领土 台湾人也不是美国公民 也没跟美国人缴税 美国人干嘛来这边拼命 意志上他不会拼命 他有危险他就走 那危险在哪里呢 危险我们认为有两 有三样东西 第一样就是东风17导弹 这个东风17导弹 是在2020大陆 在阅兵的时候第一次亮相 它是大概可以射 1800到2500公里 这个射程 然后它是超高音速 因为它第一次把那个弹头 给世界看 那种弹头叫沉波体 沉波体就是说 它打到大气层以后 回来的时候 会在大气层这样跳跃 所以有人说它是超高音速 它速度很高 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 它会跳 这个意思就是说 真正的这个专有名词叫 叫什么 叫这个沉波体 它叫什么 它就是这个变轨 在跳的时候就变轨 那一变轨以后 它再冲回大气层的时候 你就说你在这个拦截的飞弹 拦截这个东风17 通通拦截不到 所以就是说 它如果要打哪一个目标 以现在美国的这个实力 拦不了 无法拦截 那所以它这个导弹就是说 等于就是说航母杀手 你美国航母如果被它锁定 它要打你的话 基本上要打就绝对打得到你 美国再多的这些护卫舰 什么爱国者什么者都没用 因为你没有办法拦截 所以这个是大陆第一个杀手 第二个杀手最近刚刚出来 2022年4月 大陆四线然后展现出来 就没有多久以前 这个叫英级21 英级21人家说是 东风21D的改进版 它也是超高音速 然后它放在哪里发射呢 我们刚刚讲东风17 大部分是陆基的 放在陆地的基地 福建也有 浙江也有 甚至到内蒙都有 因为它可以打得很远 那这个英级21呢 它是放在什么 军舰上面的 你中国大陆现在有六个 六艘这个055大驱 每一艘055大驱都是 一万两千吨 大概现在全世界战力 最强的这个驱逐舰之一 那这个战舰上面 有100多个垂直发射顶 所以你都可以放在 这些战舰上垂直发射顶 英级21 那它打上来的效果 它也是怎么样 也是变轨的 它是超高音速 也是没有办法 也是没有办法拦截的 如果它要瞄准美国的舰艇 美国舰艇 大概就是只有一个结局 就是被击沉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美国第一个 第一个 军事上占不到便宜 第二个 它也没有那个意志 它觉得我拿钱冒这些选 不值得 这个只有蔡英文政府 一天到晚讲 美国对台湾坚弱磐石 美国人从来没有说 对你有什么承诺 只有说我们关系坚弱磐石 承诺什么 没有 美国是模糊策略 所以这次一试 就清楚了 第一个 实力不足 第二个 意志 没有这个必要 对美国来讲 所以台海真正这一次 陷入到1949年以来 最大的军事危机的时候 美国人只有一个反应 就是酸 逃 就是这样 其实大使讲到意志 意志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看到美国 这些年以来 已经越来越不愿意 去参与其他的战争了 他们现在明哲保身 自己内政问题 或是国家的财力问题 都不足以支撑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台湾 又要面临到弹道飞弹 又要再试射了 刚大使讲说 连美国都没有办法拦截下来 难道我们台湾只剩名嘴 用嘴炮拦截吗 说不会打到台东 这种嘴炮 不过发射出去 就真的不会打到台东吗 亮哥 我觉得那可能是 Kirby发言强硬 所以他又讲了这个 不见得会 不然你回来试试看 事实上他们误解了Kirby 人家Kirby有说未来几周 所以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不过是今天 我觉得坦白讲 我们这次比较大的危机 是国军已经不知道 什么叫做SOP了 我举例 比如说蔡英文总统 在2019年说 月中线 我们第一时间要强势驱离 请问这次有多少东西 月中线 那你有没有强势驱离 没有 我跟你讲不是中线 搞不好临海领空都进来了 这才是问题 比如说金门北定无人机 插过领空 你为什么不急落 我们不是进入领空就要急落吗 对 对不对 国防部出来辩 说小琉球那个没有那么近 蓝雨没有那么近 昨天为什么会传出是9.5公里 蓝雨为什么会传出16.5公里 12海里 12海里你要乘以1.8 那已经要20 20公里内都是领海 22点多 对 人家都已经进入你的领海了 我跟你讲 你如果是到了 比如说这次 你一定是有一些政治国安的考虑 可是问题是军队 我觉得军队这种事情 赖老师一定很了解 军队有很多规则是不能变的 该执行就要执行 我跟你讲比如说土耳其 土耳其也没有俄罗斯强大 俄罗斯前一阵子就他的飞机飞过土耳其领空 土耳其就把他打下来 所以照理说我们这一次军队应该有一些应变 有一些反击的 不是你照规则来 不然你去想一想你会产生什么效应 比如说我进入你的领海 没事 那我以后是不是再接近一点 你是在拍那个广告 你可以再靠近一点 他就会有这种诱因 所以都没事 你至少要对空鸣枪 我不是说你要对他射击 可是你要做大一点的动作 表示说这是我的地方 你不可以来 结果这次你是什么样的考虑 都没有做动作呢 因为我是看到绿媒的标题用 说进入24海里之后 我已迅速反制 结果我后来发现反制的手法是 雷达全开 这么厉害的反制 不是就是全程监控的意思 我看没有人这样反制的 反制就是要逼他后退 不是吗 我们反制定义这么宽松 他的意思是平常雷达都关着 我不知道 我是觉得 不然因为坦白说 我们要保护我们军人的生命 珍惜他 就是有一些规则要清楚 比如说解放军开火 我第一时间可不可以反击 那你如果怕发生交战 怕发生冲突 所以说你不可以 你要先回报 可是他可能就陷入生命危险 不是吗 我是觉得我们要思考说 你站在第一线的国军的角度去思考 有一些可能是规则是不能变的 举世皆然 不能有太多政治考虑在里面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是很兵凶战危 很危急的状况 但是蔡英文是不是还是像平常这样子 打不到 听不到 看不到 然后所以这件事就装没有事情了 然后也来糊弄老百姓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